《胡言聯語,香港總邪》 姜牧師,台北遇襲,動機未鳴 港媽因為這個原因回流香港? 經濟畢竟,大耳洞都倒閉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19日,星期二,我是永恩 節目開始之前,首先感謝Ringo的愛心支持 報導真相,真邊示弊,需要勇氣,更需要你們的大力支持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記得like,share,多點留言 和按一下super thanks,幫助我們一起撐下去 3月1日,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 推出一則香港街頭的採訪影片 問及路人對23條立法的看法 大部分路人都三監其口,也有人直言 不說怕煩國安法 事件印發國際關注,讓中央和特區政府十分難堪 17日,民間反駁隊上場 校訪BBC在街頭隨機採訪10人 竟然個個都支持23條立法 基本法23條正在香港快馬加邊地審議中 立法會秘書處決定於19日早上9點加開大會 進行23條立法二讀 之後法案將由全體委員會審議 並就法案作出報告,在之後會進行三讀 若三讀獲通過,法案便完成在立法會通過的程序 為了讓23條快速走完立法會程序 立法會要加會 連週二的行會都暫停一週,為23條讓路 BBC中文發布一則 在香港街頭隨機訪問的影片 問市民對23條的態度 發言不少人避而不談 有徒人一聽到23條馬上走人 有徒人質疑我上班我不方便 不說了,遠轉拒絕 亦有人直言不說怕煩國安法 只有一位女士表示不支持便匆匆離開 回顧21年前 50萬香港市民齊序街頭抗議立法 大家在鏡頭前唱所欲言 甘非識比,反映香港自由的大倒退 事後有記者問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有何看法 他反駁稱 見到很多人都很主動走來說支持23條立法 他稱無法評論為何個別機構令人不敢答問題 BBC作為一個國際媒體 將香港實況 自然在世界面前 肯定令中央和特區政府難堪 按照鄧炳強的說法 23條在公眾諮詢期間 共收到13489份意見書 其中98.6%支持大23條立法 如果鄧局長所言不虛 理應有大批市民齊聲對BBC稱讚23條 並構借中央 可惜這一情境並未在真實世界中發生 不過既然鄧局長在媒體面前跨下海口 於是民間反駁隊趕快上場 17日一個街頭魚撲咪 你敢不敢搭的節目 校訪BBC在街頭隨機採訪 外國作家葛永賢聲音導航 稱其實市民接受街訪的時候不說話 未必想逃避問題 而是想逃避抹黑事實的西方媒體 好像BBC那樣 不過你知不知道你不說話 就是西方媒體最想要的東西 於是乎節目採訪10名所謂不想被滅聲的市民 包括銀行職員、秘書、學生、 新來設計師、律師、巴士司機等 結果100%受訪者都聲稱支持23條立法 片尾執業大律師陳振威宣稱 23條立法黑不容緩 有分析人士說 看完節目聯想到近日港媒的一個新聞標題 香港撞邪須急救 看來香港的確中了邪 講一個都市傳說 自從國安法後大大小小的摩子摩孫正式進駐香港 興風作狼、妖言惑眾、指鹿為馬 顛倒是非黑白 試圖以排山倒海的邪氣壓倒正氣 正氣已沉默被知 為邪氣得勢成性追擊 或公仔一定要惑出搶 謊言一定要越造越大 一來突顯邪惡政權的韋光正 二來摩子摩孫們借此自我安慰 暫時得勢的眾摩們尖尖自喜 以為將暴力當權力 無恥當自信 以為這樣可以繼續煌亂香港 殊不知天道輪迴、邪不勝正 現在只是他們滅亡前的瘋狂而已 分析人士說 至於那些在人世間迎合邪魔的說謊者 後果也是可怕之極 所以做人患事囂動善念 即後得先可保平安 移居台灣的姜牧師17日表示在台遇襲 他在Facebook直播中表示 不知什麼人從背刺了兩刀流了很多血 據報導目前姜牧師已經完成手術 暫無生命危險 台灣警方已鎖定行兇男子身份 正清查其動機 現年33歲人稱姜牧師的姜家貴 17日凌晨在社交平台直播 他表示身處台灣一間醫院接受治療 他說左邊背部被人刺了兩刀 直播片段可見姜家貴躺在病床上 床上憂大攤血跡 他聲線戰鬥地說 漏了很多血、很痛 床邊有台灣警察看守 據報導目前他已經完成手術 暫無生命危險 台灣自由時報引述警方稱 週日凌晨4時22分接獲民眾報案 指台北市中山區臨新北路409日前發生糾紛 警方到場未發言打鬥 僅見姜牧師堵臥路邊 後通知119救護人員到宋義 警方經初步調查發現 案發時當時姜牧師走後經過該處 遇到正從酒店落樓的一群走客 雙方疑似碰撞爭 混亂中姜牧師遭不命離棄刺傷 之後警方調閱現場周邊監視器影像 發現又一不明男子攻擊姜牧後 逃步離開現場 警方巡線調閱監視器 以掌握特定犯嫌身份 將儘速查緝到案 數百網民留言為姜牧師集氣 希望他加油、撐住、發快康復 2019年香港歌手何韻斯 赴台參與反送中示威活動時 遭親共組織成員林鴻友 不過今次台灣警方稱 暫時未有跡象顯示事件涉及政治原因 什麼話?有港巴港媽來到英國之後 才發現原來英國的學校不用做功課 並因為這個原因要帶子女回歸香港 說香港的教育適合小朋友多些 那不是我說的 是星島頭條這樣報導的 話說3月16日星島頭條發表一篇題為 《二英港人回流原因》續揚數 敗走家長慎英國學校原來沒有叉叉的文章 文章稱有網民早前在Facebook群組 英國香港人生活交流區發問 好奇一問有沒有人或有識人 在申請BNO Visa後留英國一排最後選擇回流香港? 其中一名網民留言表示 有港巴港媽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 來到才發現這邊的學校原來不用做功課 要帶兒女回歸香港 覺得香港教育適合小朋友多些 居然有港媽港巴去到英國才知道 英國學校沒有功課?真還是假? 首先英國學校並非沒有homework 小學高年級和中學都有功課的 只不過沒有香港那麼多 另外外國讀書是要用個腦去思考 很多功課是沒有標準答案 學生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才可以完成功課 而在香港讀書基本是在做填鴨 香港人都知道香港小朋友讀書是超級辛苦的 如果星島這個報導是真的話 那我只能說這些港媽港巴真的太特別了 原來他們喜歡香港填鴨式教育 喜歡些小朋友做功課做到懷疑人生才行 那我就只能祝這些小朋友好運了 很多網民也覺得星島這個報導有些不可思議 有網民表示 不要看那麼多星島會變智障的 也有網民質疑 10個疑問一個回流 然後將那個回流無限放大 說到疑嬰無陽好 又不訪問一下疑嬰不願走那班 更有網民問 想知道什麼類型小朋友會適合香港教育 多些 是那種一放學就去補習兩小時 然後回家吃晚飯 然後溫習到10點11點 然後洗澡11點半上床睡覺 才覺得充實的那種小朋友 有沒有這樣的小朋友說 小朋友真的很慘 被利用作家長自己敗走的原因 也有網民諷刺表示 回流洗腦好 早點被小朋友熟讀習大大思想 早點醒覺父母不及主席親 早點跟黨走 不愛爸媽 子愛國家 到時丟你們兩個老爺出街 不要問為什麼 香港經濟不景氣 三千食肆、排駐隊等倒閉 連大耳窿都熬不住 據信報3月18日的報導稱 香港利率秋升 連財務公司都同樣受打擊 據公司註冊處數據 2023年持牌放債人數目 按年減少144間 到了今年1月份 再進一步累積減少160間 得回2,254間 業界人士指出 大量中小企老闆同時 身負銀行和財仔債行 在高息環境下無力償還 唯有宣佈破產 融資行業從業員協會召集人陳志康稱 大量財仔營運規模較小 時事經人手處理 難以節省成本 同時又要面對經濟下行的不利因素 貸款懷脹風險越來越高 導致部分財仔選擇離場 陳志康如期 未來不排除更多小型財仔結業 消息引發網民關注 有網民表示 那麼慘 連大耳窿都捱不住 沒有人借錢嗎? 有網民就跟鐵表示 怎會無說 應該是沒有人還就真 借完後走了 找不到人 也有網民表示 不是沒有人借錢 是沒有人還錢 黨已經為香港每一位下一代借緊啦 所謂又借有還常等人 又借無還聰明人 無借要還香港人 相信國家隊很快會加入 成為香港最大財仔 香港人無借都要還 港人自己執生啦 好啦,今天的香港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明天見 再愛你 四廢 三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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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